嘴哥持球,压到5秒,急停出手,不忠,本想着要给19中4 41分钟零犯规的威金斯开会但没想到,新狼王抢下前场篮板 后仰绝杀,极限操作,弄砸地哥会场啊这是,真气人,既然 威金斯说不成,那就唠唠最近很牛逼的他,奥卡弗,曾与贡献绝 杀的唐斯奇名的一号人物,昨天火箭被醍醐爆冷的比赛,兄弟们 都看了吧,15投11中,27分12篮板,视火箭防守为无物 拿着5万美金保障合同的他打出这样的数据,上赛季无球 可打地奥卡弗,在醍醐证明了自己,最近5场比赛,场均21 1分11篮板,超级内线,曾经的76人对炭花狼,要开始兑现 天赋了,这是B提湖赶紧交易浓眉哥的节奏吗,维卡 NT斯托普来自野球第00,0003,42但想想也是 挺唏嘘,天赋异禀的奥卡弗竟然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 曾经他可是全美第一高中生,NCAA冠军啊,新秀赛季 就打出17.5分7板,最佳新秀一阵,但这个赛季,却只能拿 到保障局只有5万的合同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奥卡弗,早在高中时代就已经名震全美被今日美国评为全 美最佳高中生,并成功当选国际蓝联U17世界杯MVP 体育话报甚至称他为未来比赛的变革者带着这样的光环 他进入老K职教的杜克大学大一,场均17.3分8.3篮板 命中率高达66%,并且刷新一系列杜克大学的新生记录 咱得知道,蓝魔杜克作为NCAA里的豪门美国大学里的黄 普军校,实力多强啊,由于长相和进攻技巧都神似石佛邓肯 奥卡弗还收获了一个称呼,小邓肯,如此牛逼的一号人物 大学篮坛当然容不下,来到NBA,那也是各支球队互相争抢 的对象但2015年的选秀大会,奥卡弗遭遇不小打击,他 掉到了第三顺位,布迪唐斯和拉塞尔,最终没能去成洛杉矶湖人 被76人摘下,有人说,被76人选中是奥卡弗最大的不幸 想想也是,76这几年选的大个子球员太多了,相信过程的 总经理心机,钟爱大个子啊,2013年,就摘下了美国鹰幕 花到诺尔别忘了,大蒂恩彼得,76人在2014年选的 这几年,76人的新秀都避免不了伤病诅咒但大蒂出征以后,就 没奥卡弗什么事了,在激烈的队内竞争中,完败给恩彼得 NBA生涯第二年,场均只能上场22.7分钟,76人只把他当 恩彼得的备胎,大蒂才是未来,说好的唐斯,奥卡弗得其一便可 顶江山呢,唐斯成为了明尼苏达森林郎的新一代主人,而奥 卡弗在大地归位之后,坐穿板凳,郁郁不得志的奥卡弗被交易到 老蓝王本想着他能换队如换刀,灭盘重生但最终是与愿违 不在球队长期计划之内,人们不知道的是,他和抑郁症抗争多年 提起抑郁症,兄弟们想到的会是德罗赞,但奥卡弗患上这种 病,并非毫无原因,大学时他因为夜店斗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NBA选秀上,又出人意外的布迪拉塞尔来到76人队以后 不受重视,伤病折磨,但对他打击最大的不是篮球比赛而是 9岁那年,他的母亲就离他而去 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打击无法 想象,正当奥卡弗在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NBA时他独到 了乐福关于抑郁症的自白后意识到这种症状很正常 他深受乐福,德精神鼓舞决心留在NBA,像爱神那样追求梦想 但此时,德他,早已失去了小邓肯的神韵疾病困扰 无球可打,他已经胖,德不像样了因为职业素养缺失 联盟的高管也不看好他赛季,结束 他拖着臃肿的身材去到迈阿密在训练师亚历山大的指导下 开始苦练,训练结束后,他不仅改变了投篮姿势更重要的 是身体上的变化,脱胎换骨,短短的时间内减掉了17磅坠肉 不可思议,处于低谷的他,因此也收获了很大的信心 他的努力,打动了醍醐,获得了一份两年合同 这位在篮网打出进攻 效率排联盟第506位的球员来到有农眉哥,兰德尔,米罗蒂奇 等内线的球队,球队内线第四人的他,抓住了最后的机会,有 人说,是农眉受伤,他才表现得那么牛逼但哥想说的是,是努力 让他重获新生这不是为了追上曾被寄予厚望的自己而是奥卡 扶他从未倒下,多多重复,百炼成钢你就是下一个野球弟 野球弟私人微信爱恋球的兄弟们,有事没事来聊聊 是农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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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农眉哥 是农眉哥,是农眉哥,是农眉哥,是农眉哥